一句话帮你搞定80%的英语语法 建议大家点赞收藏 这句话就是一句话里有且仅有一个动词 比如我喜欢书 I like books 但有时候会说我喜欢看书 在中文里这么说是没问题的 但在英文里一句话有且仅有一个动词 喜欢和看 这两个动词是不能放在一起的 不能说I like read books 这时候就要把read变成动名词 reading 就变成了I like reading books 也可以在read前面加上一个to I like to read books 这就是动词不定试 你都学会了吗 学会了给老师一颗小星星吧 对英语学习还有问题的 来我直播间帮你彻底搞清楚 don't和didn't都表示否定 那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今天一个视频教你描动 我们把don't翻译成不 didn't翻译成没 所以I don't go to school 是我不去学校 I didn't go to school 是我没去学校 I don't eat 我不吃饭 I didn't eat 我没吃饭 I don't sleep 我不睡觉 I didn't sleep 我没睡觉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don't是一般现在事 表示平时也不做 所以don't就理解成 不做这件事 而didn't是一般过去事 表示过去没有做 现在做不做 不一定 所以可以理解成 没有做这件事 你都学会了吗 学会了 给老师一颗 小星星吧 这么多的 小时 我来看 我来看 那爱证定了